各位大家好,今天也想補充老庭辉先生调职的一些资料事宜 为什么会特意出这段影片呢? 今早起床时,大概10个小时前有戴东先生,我一个挺敬重的娱乐评论员 他也是非常努力,一天可以出数篇评论文章 资料的搜集也是非常充足 组织资料,以及如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铺陈他的资料,甚至观点 所以我挺喜欢看他的文章 话说,我之前也出了一段影片,讲老庭辉先生的调职 对MIRROR来说是好还是坏呢? 今天我看到这个Facebook尤戴东先生的资料 他补充了少少调职内所牵涉的范围和内容 而同一时间也讲到新公司将会准备成立MIRROR的FAN CUP 首先,回答一下 我上次那段影片大概的立场都是说老先生 今次是一个调职,是明星实升 并不是有些朋友所说明星实降 主打是影视剧集的创作 以及统筹MIRROR、COLAR以及ERROR的诗意 我里面有四个观点 第一是可以增加MIRROR在电影里的参与 因为你要知道 李泽佳先生上年也和杜琪峰导演合组了电影公司 即是说,当中也会更多的机会 能够用到老山旗下的一些艺人 包括MIRROR12子、ERROR4子以及COLAR8个女生 第二个观点就是说 可以增加一些跨媒体的演出 可能MIRROR不单只是局限于音乐的类型 亦都可以涉足电影之余 甚至是进入舞台剧的世界 又或者是能够更加输出世界 三个观点就是说,新成立公司 可以主力做一些剧集的创作 以及制成一些作品 以至不单只输出ViuTV的平台 甚至是香港不同的媒介或电视台 甚至是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些平台 有些像Netfast 都会有制作自己的一些影片、电影 然后可能除了放在Netfast里面之外 亦都可能会外销去不同世界的一些网络 其实对MIRROR来说也是一个绝对很好的事 而第四就是说,风险管理的问题 都担心如果将来这个电视牌照 会不会有少少的完善的制度出现 会令创作自由更加受到制找呢? 而如果李泽佳先生能够将这盘棋捉到这个位置 就是他一间的子公司 然后由老山去率领住一班幕后的员工 或者一些幕前的演员 以至到能够更加大一个的弹性 或者自由度去创作一些的剧集 主要是这四个观点 而今早见到阿游大东先生 他补充的资料 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4月22日的时候 他就在AM730那里刊登了一篇的专栏文章 里面都提到ViuTV的创作和制作的幕后班底 包括资料的赞稿、编審、制作助理、导演、监制 连同所有的艺人和相关的经理人团队 通通都会过户去到Maker View ViuTV将会彻底变成一个播放平台 当中不牵涉到制作 另一方面Maker View 这家新公司都会同时涉及一些演唱会、 闻票销售、实体表演、网上直播 或者一直外界盛传的Mirror 第一个红管表演 甚至统筹和经营官方的业务发展等等 你看到里面基本上是把ViuTV 把里面一些核心的资源拿出来 放到这个新公司那里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就变成ViuTV 可能是纯粹一个播放节目的平台 甚至是去吸纳广告客户的平台 作品的一些制作人和演员 已经过户去到这个新公司 所以你也会看到这也是一个新的动作 当然有些朋友所说 都是要观察的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可能老三会有更大的自由度 又或者Mirror 他能够更多一些平台 或者机会能够去到世界各地 去给不同的人认识 但暂时看到 未来的一部 似乎是挺好的一部 除了演唱会之外 因为之前大家一直都咬病 为何Mirror 或姜濤 没有官方成立的一个 Fan Cup 永远都要由民间去组成 很多时候都是由粉丝集资 然后去推动一些应援活动 会不会官方除了Instagram 或Facebook 之外 都做多一点点东西 我相信新公司可能都会听到这个声音 于是未来的 Mirror 都会去聘用专责的团队 处理日后的工作 尤山拿到资料 会费至少是大约400元左右 入会之后 除了有Mirror 官方 Fan Cup 的会员证之外 亦可以快人一步 优先订购Mirror 演唱会门票 这个动作亦可以配合Mirror 十二指 在雄馆举行的演唱会 和周边的产品等等 其实新公司 都会集中处理Mirror 和Color 的而且确是兑现到 李泽佳先生这个人事调动 真是比老山和阿花姐更加焦点 去处理Mirror 我觉得这件事 对Mirror 来说是绝对好事 并不是有一些网友所提到 非常阴谋论 就会说老山管理不善等等 但正如某一个Youtuber所说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如果去年ViuTV 能够拿到九千多万的盈利 这些真是一个实际的数字 而同一时间 现在老山调职到另一个部门的时候 也能够坐涌着ViuTV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人 就是台前幕后的人 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一个地方 我给你一个地方 那又怎样呢 那些人都离开了 那些能人意识 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了 那这个地方 我希望他的价值在哪里 希望老山也能够率领着台前幕后的一些制作员 为香港 或者为华人地区 或者为世界 能够输出更好的一些影视作品 甚至正如之前所提到的 和花姐一起谈 如何推荐MIRROR去美国的标博 如何可以令到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MIRROR 有些人我觉得其实都很无聊 都用BTS和MIRROR去做比较 但其实比你做什么 你整个季度都不同 你整个地方对影视的规划和支援都完全不同 今时今日 香港能够做到ViuTV 这一对MIRROR 我觉得真是奇迹 正如有人所说 ViuTV都从来没有想过有姜濤这个巨星诞生 以至到仿佛可能够了全世界 以至于整个香港的乐坛 而同一时间 整个MIRROR 都是去香港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主要就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但总有一些人就说他们的不是 那你经常都用BTS去比较 比你做什么呢? 你问心一句就是 你喜不希望香港的影视 香港的艺人 香港的歌手 能够冲出香港 能够去到亚洲不同的地方 能够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假如有一天能够和BTS同台演出 那是好事 不是一件坏事 怎么会这样去想呢? 绝对不可以 你喜欢某一队人 或者某一个歌手 于是你就去打压其他人 其实是很无知的一件事 今天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有兴趣记住今晚 来到我这个YouTube直播 我们到时一起聊聊 好吗? 今天分享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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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